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 各位粉丝团的各位朋友 大家下午安 今天要介绍的车款是LASUS的RX 这台车在台湾销售的状况算是非常的好 最主要是车主喜欢它的妥善率 经理其实自己之前也有开过家里面的RX350 那台算是三代的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时候我自己的小孩都还小 他们最不喜欢我开哪一台车 因为他们坐哪一台车的时候厚素常常会晕车 那到了这个世代的LASUS 这台的话后来也有出一个RX450H 就是油电款 可是不论是油电款也好 汽油版也好 它的底盘都一样的 但改成后面的弹簧跟避震器是分开的 前一代的RX350 它的后方也是麦花城的悬吊系统 比较接近7代的Camry 或6代的Camry之类的 那这一款的话 它的后弹簧跟避震器就改了 改成分开的 有一个最大的好处 它的乘坐感的话可能差异不是很大 可是它车室里面的空间 因为少掉这个避震器的塔顶 本来的上方的话是麦花城 它有一个上座的空间 需要浪费掉这么多车室里面的空间 改了弹簧跟避震器分开的结构 之后它的车室里面的空间就变得很大 我看一下这样解释应该会比较清楚 这个是后方的 后方的避震器 它的避震器是有一个有斜度的 所以它的避震器之上的结构 它的车室里面全部都是平整化的 所以就会车室里面的后座的空间 还有包含行李箱的空间就会加大很多 所以这个是改了这样的底盘之后 带来最大的效益 那上一台的话RX350 应该大概一个月之前吧 那一台是经理的好朋友阿亮 他的车就跟这一款一样 所以之前我也忘记有没有做过直播 那这一台就是一模一样的车款 但是我们近期的话 针对这样的大型休旅车 又有开发了一个前面的弹簧 就是前面我们原先是配 休旅车长会有的200长7公斤 可是这一台车它的 坐动的行程也好 你看它的避震器这么长 它的坐动的行程也好 它的整体的车重也好 车重快接近2000公斤 它的总总加总起来 前面的弹簧比较完美的一个配置 可能会配置8公斤的弹簧 那它的弹簧的形式 一样做一个大型的灯笼状的 会比较适合这台车 所以我们后来又改版 把它的前面弹簧 改成那一条弹簧 来搭配起来整体会更完美一点点 那今天的车主需求 并没有想要降低太多的车高 所以车高的需求 大概会比原厂降低 1到1.5指左右而已 后方大概有5指幅左右 前面的话也差不多 那这一个是 它原厂避震器的品质 算还不错 都是TOKIKO 日本大厂TOKIKO制造的 那像这个阻尼的话 其实就是舒适的 因为像这样的阻尼指 跟一般我们 长行程的阻尼指 是不同的 这个阻尼的话 可以跟RAVOL的4.5代 或者是RAVOL的3代 来做一个比对 因为它的避震器 也是做一个倾斜的角度 并不是做直的 或者是在靠近置壁比较远的地方 所以它的行程不长 鼠尼应该做得比较强一点 但它做得很舒适 好 这个是后面的一个避震器结构 短短的 那这个是前面的避震器 前面的话就是麦花城的悬吊系统 那KT的话有附上座 如果这台车不是改KT的话 经理会建议 技师们要特别留意一下它的方向性 它的轴心 这样应该拍不太出来 这里其实有一个切角 这里有一个切角 所以它的上座是有方向性的 上座在沿用的时候 下方的一个直推轴层的顺序 还有这个轴性的方向性 都要特别留意一下 那改KT的话 可能比较不用担心这样的失误 因为KT的话 上座的话就都有附新品 前面的部分的话 那KT的装序其实只要调整长短度 就是调整车高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原厂PT拆下来的样子 后面的弹簧好大一圈 那比较特别的 它的弹簧上方跟下方 都是修平端的 那我们先介绍后面好了 先介绍后面 后方的话 它这台车 我们才配8公斤而已 所以它的弹簧公斤数其实不高 等于是前8公斤 后8公斤的配置 那前方的话 后方上方 上部的话 来你看它的 这个是一个它的 三角夹壁 它的避震器的话 百避在这个位置 所以它避震器比较短 那上部这里的空间 哇 就都腾出来 所以这台车 车室里面的空间 就会比较大一点点 这个是 阻尼的部分的话 就从这里来做调整 然后 hello key的话 车高的话 从这个地方做调整 这台车比较 跟一般车款不一样的地方 是如果这样的车高 还太高的话 还要更低的话 可以啦 直接把这个调整机构 全部拿掉 装这一条弹簧就可以了 这个的话 装上去的话 大概是二到三指幅之间 所以也可以 因为KT的设计 是上方的弹簧 的口径跟原厂一样 而且可以直接和它的橡皮 密合度的话 是很完美的 所以这个的调法的话 有很多的不同的改装方式 好 那 大概后方的话 大概这个样子 后方是8公斤 你看它的调整机构 很大一颗 正常来说 很多的一个不同品牌 都会把这一台车 做成一个 加价的车款 因为它的 这个调整机构 光成本的话 一个就一两千块 所以这一台车 一般来说 很多的 生产制造电池的工厂 都会把它定制成一个 加价的车款 最主要的成本 就是在这个地方 调整机构 谈簧 Hello Kim 还有这个弹簧部分 那我们来介绍前方 前面 灯需要吗 好 这个就一个麦花城的悬吊系统 那KT的设计 直接把这个架座 把它拉长 拉长之后 这个里载串的固定点 就能跟原厂一样 所以里载串的部分 也都沿用原厂的规格就可以了 那这里有一个油管固定架 油管固定架的密合度 这个原厂的定位扣 然后螺丝孔 全部都是跟原厂一样 包含这里还有一个 ABS感应线的扣去的固定孔 也都是可以直接扣上去的 那这条弹簧就是 大圈灯笼状的250公斤 8公斤的规格 所以它的行程 做的特别长一点 那当然相对的 就会比较舒适一点点 上座的部分的话 在这里看得到 拍得到吗 好 从上一个世代的RX330-350 到这一个有电款的世代 它的避震器的维修都很方便 这里都会做一个维修孔 好 那我们把这个维修孔 把它撬开之后 避震器上座就是在这里 但是啊 你看这个雨刷在这个地方 所以雨刷的水啊 有可能会从这边积下来 那如果这里排水孔有堵住的话 它就会扮演到上座这里 所以这个上座的部分的话 建议啦 我们在洗车啦 或者是在日常保养的时候 把它做一点防袖 会对零件的寿命呢 会比较好一点点 那这一颗就是Toyota车系 最常见的3500cc的引擎 我们公司里面也有一台CAMERY的6代3.5的 就是跟这一颗引擎是共用的 那这一台休旅车 它的轮胎的扁平比啊 其实比较厚一点点 这是19寸的 235 55 59 这个扁平比 这个扁平比较厚一点 所以如果像这样的休旅车呢 在改完避震器之后 通常啦 会有一个状况就是 我们刹车快到停止的时候 它前面跟后面 会稍微再多换个一下左右 那这个是正常的 那解决的方法呢 有两个 第一个 我们把轮胎的规格 扁平比 铝圈的规格啊 可能再加大到20寸 或者是21寸之类的 它的扁平比 就会变得比较薄 那这样状况 就会稀释掉很多 那第二个就是 可以把前方的阻尼的段速啊 再往上调升一点点 这个也是可以 改善扁平比比较高的方式 那如果大家的话 对这样的一个解释呢 不是很清楚的话 其实可以请一个朋友 在车子侧面 轮胎着地之后啊 我们摇一下车顶 让它车子左右摇晃之后 把视线呢 观察到轮胎的地方 就可以看得到轮胎 它是不断的 像一个弹簧一样 不断的在压缩 所以这个是 休旅车 比较高扁平比 才比较会有发生的状况 像我 自己的车子 轮胎的扁平比是30的 公司的试程车 轮胎的扁平比是35的 它的轮胎的扁平比啊 都很薄 就不会有这样的状况 所以这个是 不同的轮胎 不同的车款 就有不同的一个状况 好 那今天的RX350 直播的介绍就到这里 如果啊 车友们有想要试程修理车 我们在北区的经销商那边 也有修理车可以试程 或者是我们的公司里面 也有其他的车款可以安排来 各位来试程 所以如果有需要的话 也可以跟今天的车主一样 先找经理来试程看看 觉得有满意 再来考虑就好了 好 以上是今天直播分享 谢谢大家 拜拜